小维说影视 小维讲解影视最新剧 走过不错过 都是那次情感剧 只为遇见你正在热播 有文永山饰演的高杰 出生在你一家庭 这种环境也造就了他独立自强的性格 他在设计方面很有天赋 从小的梦想就是做珠宝设计师 在瑞华工作后 又一次遇到了国外救自己的恩人于子 于子在见到他的时候就喜欢上了他 所以对高杰展开了追求 在于种时长浪打下 我们女主角肯定是败倒在于种魅力下 两人自然而然的在一起了 这样的尿妹之人可得好好学学 随着剧情的发展 各种阴谋也随之出现在小姨穆子云的误导下 高杰为了报复害她家庭破碎的吴佩茨 答应把在瑞华0.5%的股份给小姨 谁知道于子也只是利用高杰 来让她小姨放松警惕 在得到穆子云所有证据后 于子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和高杰分手 忘了高杰不可置信的眼神和眼泪 于子虽有点心疼 但一句话也没有说 于种你最要面临的女朋友 以后的情路堪约乱 高杰离开于子后却意外发现 卧槽 面对这样的抉择 她会如何选择意外到来的小生命 能挽回两人的感情吗 人生道路上总是会命名十字路口 在做选择时希望都能保持初心 欢迎随时订阅转发 喜欢记得关注我哟 下期见 拜拜